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简单讲解一下 校制音乐节 十三岁或以下 英文 这首曲的词 是由伟大的诗人 莎士比亚所写的 这首歌描述 一个人在黄昏的时候 一个很漂亮的花园 很轻松准备睡觉的情景 这首歌其中一个最难处理的段落 就是源于巴洛克时期的 一个写作手法 它叫做melisma 一字多音的意思 而这首曲内就用在fly 这个字 歌者在练习的时候 可以先慢慢用断音 练好每一个细音 fly 再把它连起来 fly 演唱英文的曲目 记住要留意它的字尾 Consonants D T N L M S 等等都要完整清楚地套出 希望以上一点的心得 可以帮大家演唱 Where the B Sucks 这首曲目 MING PAO When I was to cry When I was to cry When I was to cry On the best flag Do I fly After sunset Merry Merry After sunset Merr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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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rize Merr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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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zinho Merry Merry Ms Merry Merry 唱歌是音樂和詩詞的結合 作曲家透過不同的旋律、節奏和吊聲 將原有的詩詞更加發揮得淋漓盡致 每首歌曲的背後都在掃說一個全新的故事 由你去演繹 但如何細緻和細膩地演繹呢? 這就是難題所在 接下來一月至二月 我會為大家在Chemical Music舉辦一系列的校制音樂節工作坊 希望到時可以和你一起講解和探討一下 如何細緻、細膩地演繹每一首曲目 訴說每一個故事